前任事務所帶大家去看現在最熱門的地方 大熱天很多人最討厭的就是排隊 不過你看從這個透明玻璃可以看到 大家到底在排什麼 排什麼東西可以讓大家這麼心甘情願 因為在現在生活中 大家最討厭的就是等等等 到底這家店是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們帶您去一探究竟 到底這家店厲害在哪裡呢 我們馬上來問問看消費者怎麼說 先生 先生 你覺得這張麵 你這整個裝潢吃麵的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怎麼個不錯吧 就是它其實店面看起來很新 但我是沒有來吃過 但就是因為網路上的底價很好 所以就來看看 我看你第一件事就是先拍照打卡 最火紅的麵店喔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共同創辦人之一 來幫我們聊聊說 你到底是怎麼樣打造出這家 炒麵店的Fu 本身其實是建築系出身 那我們一開始在炒創期的時候 其實在空間的設計上面 希望能夠在有一個 初期建制成本的一個控制情況下 所以運用了所謂比較極簡的一個風格 明亮透透的感覺 要怎麼樣透過哪些裝潢的元素 去把它營造出來 OK 那一方面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Catch到年輕人比較喜歡的 文青風格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 整個潔白的一個色系 搭配一些木頭質感的一個鋪陳 然後還有文青風最重要的 像那種布的一個材質 因為其實講到極簡 大家可能會覺得 就是不太敢大量的投資成本去裝潢 可是又不能讓大家感覺說 很寒酸 很破的感覺 所以是怎麼運用一身元素呢 所以運用裡一些元素 我們就是把錢花在刀口上 那在我們比如說客人等候區 或者是說我們在整個門面的 一個設計上花比較大的一個功夫呈現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擺盤的一個設計的 一個展現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極簡下來 其實真的有省到錢 有 相當的多 我覺得這個在 我們在初期創業來講 其實我目前開了四家店 所以實際上整個統計下來 大概省了四五百萬的一個建築成本 那就可以再次開另外一家店了 對 所以其實極簡並不代表說 我打造出來的店面 就要給大家很破破的簡單的感覺 其實極簡把它弄得簡約 就可以讓整個裝潢設計的風格 其實很整齊 而且還真的可以把coco省下來 拿去做更好的運用 不只這個店裡的裝潢的詢問 其實呢 包括進來 看到他們吃這碗面 也是有設計在裡頭的是不是 其實我們的擺盤 也是延續我們的文青的風格 所以我們用木擺盤的一個一個呈現 來提高我們的一個產品的一個質感 還有這些碗或裝鴨鞋的 也是有特別挑過嗎 有 這個是我們精心的到餐具行 花了大概好幾天的時間去 挑選出這樣的適合的擺盤的一個方式 不然一般的麵店 上一碗牛肉麵 可能就是給你那種美奈米 全部台灣都用同樣的 你們就是要不一樣 就是要不一樣 而且這是一個滿滿 就是一個耗材 我們用到一段時間 其實就要淘汰這樣去更換 所以光是這個成本 就比一般我們用那種美奈米的 或是甚至吃碗 有高到幾成 高至少好幾倍 不是幾成的可以考量一倍 但是就是感覺出來了 大家就喜歡了 對 其實一擺上來 所有人手機就先拍照 這個無形中幫我們做了很 滿大的一個宣傳的力量 所以其實這次的設計 真的很有詢問 你等於雖然都花了一點錢 在買餐具上 但是無形之中反而可以省下 更多的行銷的錢在裡頭 省出更多的行銷的費用 節省了很多的裝潢費用 但是如果跟那個韓祖 剛剛所講的話 我問一下上話 一個三明治本來40塊賣到240塊 經過了設計以後 你買單嗎 我覺得太貴了 那我要問一下 我還是會看一下價格 他那一晚經過他的設計 走一個風格性的一個這個麵 賣牛肉麵 他一碗要賣到多少 以台北來說 大概牛肉麵160到180嘛 對不對 然後可能中南部 還會再便宜一些些 但是他那個套餐 就要賣到260到280 其實還是可以接受 沒有到很誇張的一個地步 但是經由他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話 其實變成了一個特色的一個風格 吃牛肉麵店 吃牛肉麵 你其實基本上 你也敢跟所有的民眾講 也趕快就是 以前吃牛肉麵是趕快20分鐘 稀里葫蘆吃完 然後就走了 但是現在大家透過鏡頭也看到 每個人都是先打卡 手機先吃 餵之後才吃 其實像這種比較文青的感覺 講穿了 其實他們就是喜歡那種復古的那種味道 所以其實都會用一些比較斑駁的牆面 或者說水泥的質感 甚至於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他地面上有一些花磚 那種花磚其實就是畫龍點睛的地方 雖然素素的 但是只要局部有一點點那樣的東西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又有一點復古 然後又有一點很搭那種 文青的那種味道在裡面 而且木頭又一定是我們徐老師的強項 對 基本上要講 所有觀眾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色彩的搭配 基本上就是黑色 黃色跟白色的比例 它搭配得非常的漂亮 基於是黃金比例 就像他所講 設計師所講的 基本上那個青花磚那個部分 這是達到非常好的一個畫龍點睛 因為它外面的光線非常的明亮 所以符合這個整體性的美感 其實小吃 你只要把它提升它的附加價值 它是可以給你開到大陸去掏金的 蔡總 我們有沒有這些成功案例 對啊 他腦筋很聰明 低單價的小吃 經過文青的包裝以後 毛利率就歡了好幾倍 這個桃園眷村 一看就知道來台灣取經的 他的這個老闆你也抱 有一點來台灣 他吃了以後 燒餅油條 小吃我的味道 就把它引回去中國大陸 你知道嗎 2014他開第一家 在上海開第一家 一根油條賣多少賣6塊 豆漿賣8塊 那比台灣還要貴 對啊 貴啊 所以他就用這個 你看名字都還用桃園眷村 叫做桃園眷村 然後你看 腳踏車掛在這個地方 這個根本也不需要 多偉大的裝潢會 木板融融 對不對 油條就叫你6塊 你還乖乖的買單 而且還排隊 文青峰 這家店真的是 就是全大陸的人都認識他 大家都一直以為說他是台商 結果沒有想到他居然是 入資的企業 應該是入企自己做的 我跟你講 燒餅油條 你覺得這個價錢都很低 去年他上海五家店 創造了多少 2.4億台幣的營收 好厲害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包裝 然後你看這一樣 都是文青峰的風格 但是重點是 台灣的懷舊 台灣的東西 台灣的元素 被大陸的企業拿去怎麼樣 賺錢 所以廖小學以後 有人說你很台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太不高興 那個人是說你吧 不是說我 沒有 當你說你很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要台位 台出 但是新台幣賺到人民幣去 不過其實像現在很多店 已經開始在走這種文青峰 或是新潮的 或是極簡峰 這個現在遍地開花的店 是越來越多了 那我就會好奇說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步在哪裡 現在要做到什麼 才能夠吸眼球了 其實就像韓祖所說的 現在文青峰真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已經會有點 審美疲勞 如果你不夠驚喜 不過有創意的話 大家也不想看 像是我最近看到 有一個3D投影的小廚師 我就覺得非常的酷 因為它這個東西 如果你一般有去吃過 這種高檔的西餐廳 應該都知道 它每一道菜上來的時間 其實都滿久的 所以如果你是跟家人朋友 還好可以聊聊天 但是不熟的人就很尷尬 所以在那個狀態之下 現在有一個團隊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設計 在你等待的時候 它會在桌面上 出現一個3D的小廚師 然後告訴你說 這一道菜是怎麼做的 像是我們現在在畫面上 可以看到 你看 有一隻龍蝦 爬到盤子上面來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很逼真 你會自己覺得 好像真的就在那個 海底世界裡面一樣 因為它告訴你說 我下一道菜 要做什麼樣的料理 然後直接就是演給你看 所以它是直接用投影機的方式 對 它是用那個投影機 3D投影 而且你知道最酷的是什麼嗎 當它把這道菜做完的時候 厨房裡頭分秒必真 它要在它剛好做完的那一刻 也把那道菜熱騰騰 還能送到你的眼前來 所以其實你就是在看完了 整個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知道你下一道菜要吃什麼 然後你也知道它是怎麼製作的 重點是你就不會無聊 不會尷尬了 然後你是不是覺得 會滿酷的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都想要去 嘗試體驗一下 現在台灣還真的吃得到耶 那個精華飯店 精華酒店他們在就是最近 其實就有請這團隊來台灣客座 不過它一客大概要三四千塊錢 馬上完壽秒殺 所以台灣雖然吃得到 我們應該已經來不及地了 於是